穿越冰冷體窗層層高牆 四季志工在桃園監獄 舉辦慈悲水燦起心門活動 从读经到排练 历经两个月沉淀 当你会还醒自己的以后 你就能够怎么样 学会跟别人说对不起 你们觉得跟别人说对不起 简不简单 不简单 你觉得要拉下你的面子 反省不是责备 而是关爱 刺激人的一字一句 受刑人听进去了 恭敬上台演绎 一次次练习心有所悟 不管是什么事情 有感恩的心 感恩好像是别人带给我一个学习 感恩他今天给我这个机会 就是要实际吗 每次进来都跟你讲感恩 对我的父亲就是 他因为他年纪很大 然后借由这个来 就是我每天早晚都会回向给他 希望他身体健康 一直以前都是这样子 磨磨磨磨磨磨一直在那个 这次有机会跟实际的人 结善缘之后啊 我想 跟我们无亲无故的人都那么关心我们那个的话 我们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嘛 我们刚刚同学有讲 希望有机会也能够站上舞台 当个慈激人 这个就是你帮助其他人的一个大爱的表现 也欺骗你们 能够有这么一天 我们是不是一起来加油 好不好 好 演业也是一种节慎员 共150位受刑人参与法会 大家请问这是美志工林美如 林红奇 桃园报导 谢谢大家